讯息传错框的徐姓女子50多岁 是苗栗县政府教育处的约顾人员 在县立图书馆上班 负责勒林养生计划的多元阅读推广 和志工的培训计划 这次邀请齐厅完演讲就是她承办 知情人士指出 徐姓女子从何志辉县长时代 就进入县府服务相当资深 经历了五六任的县长之后 她也进进出县府很多次了 她本身厨师的风格 常常就是比较属于个人派的那种作风 不愿居民人士指出 徐姓女子被好几任乡单会主席推荐 因此进入县府服务已经30年左右 不过因为作风有时太过个人主意 加上不试任 所以进出县府好几次 难免会得罪人 经常自己本身也可能没办法胜任这个工作 甚至于有一些单位也认为她不适任 常常就被一些调离其他的工作单位 这次侮辱齐廷环的字句 她本来要传给家人但却错评 现在自己请辞 科长记过 不过教育处的长官认为 她工作还是相当认真 事后也很后悔 心情平复之后的齐廷环甚至打算当面 向县长中东紧求情 齐廷环的看见齐柏林基金会 正在推动环境台湾计划 希望用影像数位教材主题展览 让小朋友和土地产生连结 也到了苗栗中和国小等三所学校 因此和苗栗结缘 更进一步被邀请向勒林营法长辈演讲 不过学信承办人员请辞之后请假了 不愿发表任何意见 三丽新闻吴俊贤 苗栗报导